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的时间很长 那昨天呢 在美国的三大股票飙涨 涨了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 原因就是昨天的美国的死亡人数 跟这个疫情的增长人数呢 稍微有点缓 主要是在纽约州稍微有点缓 人时候看到了希望 这个有缓和 今天早晨我来做节目的时候 我听说可能又涨 我又有希望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在人们投资市场 人们觉得是个机会 拼命去做 在加拿大多伦多 加拿大他这个 不是利率 跟着美国的利率一下都下来了 多伦多拼命买房子 说那房价涨了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有的朋友说他不知道死 展现就是展望未来 就是你可以看到在死亡的威胁下 只要死没到我脑子上 我就是发财的机会 人们在生命基础认识上非常的悲剧 而死亡就在自己的身边 可是确实把别人的死亡当成悲剧 把自己的这个 要把握住赚钱的机会 当成生命的使命 也没人 他也不会想说下一个就轮着我 谁都这样的人都觉得下一个轮不着我 所以形成了非常的场面 在英国 英国的首相 强森 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傍晚的时候 被送进了ICU 送进了ICU 就是人生命受到了威胁了 细节蛮特别的 他是3月27号 有说是26号 我记得是27号 出现了症状 那星期四大概是 他大概傍晚的时候 就在社交媒体中说 说我发烧了 确诊了 我只能在家工作 不影响我 十天之后 6号 4月6号的时候 那他的状况 晚上 应该是状况出现了恶化 他也没太恶化 就是讲他持续发烧 很多人有状况 染病之后呢 他不一定发烧 或者说很简单 自己就治愈了 在所有染病的人当中 95%乃是更高的人 他就自然就好 要 他没有 所以作为英国的 这个国家的 这个一把手 对吧 那他的医生团队 就劝告他 住进医院 所以他是星期日 晚上去了医院 等到星期一的下午 突然恶化 那送进来 CU立刻 这个媒体就爆出来 这是个大事 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 发达国家的首脑 这是一把手 出现状况 他是第一个 我们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过 说英国的王子查尔斯 英国首相 卫生 英国的卫生大臣 那卫生的 卫生大臣 副大臣 副卫生部长 他的首席专家 全都被确诊了 所以英国的特点 他的总量没有那么大 总数没有那么大 但他的死亡率极高 而且呢 是冲着他的领导层 冲着他贵族那一层去 那现在如果英国首相 真的出个 出个什么毛病的话 就显现出病毒的本身呢 太具有方向性 在英国 他相对来讲 人的阶层分的非常的清晰 非常清楚 在那样一个阶层 很清楚的一个环境里面 大家很难想象说 英国的王室 英国的内阁成员 在第一时间里 远远找过普通民众 而被确诊染病 这是传染病来的 对不对 那病毒被很多人解读成是脏的 那那些人的卫生环境 那英国人的那种 对日常生活的讲究的氛围 特别是这些有阶层的人 就让 特别是令我们中国人会觉得 不可思议 但是就我个人来讲 其实正是应该人们 所逐渐醒悟的过程 他们出事情 成为了新闻的热点 在新闻的热点当中 人们一定探讨 为什么得病 那为什么得病 现在的人就在物理的层面去找 而我们都 我们的概念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的 这是明慧网 大概几天前 登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它是转载的 就谈到了强森本身 在执政时的得失 文章写的蛮长 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个它主要的要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华为 强森是去年7月24号就职的 他就是成为这个英国的首相 结果到了今年的1月28号 习近平见WHO的总干事的同一天 他宣布呢 华为5G英国是接受的 有限度的接受 那都在我眼睛里 基本都是形容词了 你接受就是接受了 没接受就是没接受 所以在28号 在这个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一个前后的背书下 允许高风险的供应商 有限度的参与英国5G网络的 非敏感部分的建设 意味着向华为开绿灯 引起了美国政府和英国很多保守党的政要 不满跟愤怒 而华为副总裁在同一天 张建刚对新华社说 对英国的决定表示欢迎 可以继续为英国客户合作 与确保5G的顺利部署 那华为对此感到很放心 华为是在2001年 孟晚舟在英国伦敦 首先开启建立了办公室 开启了华为对这个整个全球的这种战略部署 所以这是华为的起步 伦敦是他海外的根 那强森这么做 就等于是对应了 他自己与中共的邪恶 利益共同体 文章里又提到说 强森在上台之前 2019年7月23号 凤凰卫视播了一段专访 他说我们对一带一路的倡议非常热衷 我们对习主席做的事情非常感兴趣 英国也是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 要尽力保持欧洲最开放的经济体的角色 所以这是他做的事情 亚投行是习近平的跟配合一带一路拿出来的东西 所以英国呢在这个过程中都显示出自己的 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而强森本身呢 是他毫不掩饰的是亲中的 而早在2013年10月份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伦敦市长 他把伦敦交易所跟上海的交易所要联为一体 叫做护伦通 伦敦交易所主要是 他集中在这个黄金等相应的这些产品当中 伦敦的这个伦敦的交易行下面有庞大的金库 可以跟那个完全可以跟这个纽约相媲美 所以这是他的传统的东西 那如果在上 如果把上海的交易所跟伦敦的交易所当联为一体的时候 中共国的很多公司 透过这样的桥梁的作用 可以来到世界范围内融资 他以欺骗的手段 以完全掩盖的手段 在上海成为一个一体化 就给中共输血 而走到伦敦 利用伦敦把它合法化 其实就这么回事 欺骗全世界 这是强森干 在后来去年香港出事情之后呢 强森是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 但他没有太多的具体作为 结果中方就停止了 因这个伦敦跟上海之间的这个叫护隆吞 说暂停来制裁他 在这种前后制裁的背景之下 强森的父亲 强森的弟弟 相应的去接 去与中共的驻英国的大使 有着一种相互的互动 替他们的儿子 替他们的哥哥来解脱 那意思就是说 有些话他们不方便 我当爹的可以说 强森的爹 跟中共驻伦敦的大使 一次电视的交往90分钟 90分钟 而他的弟弟就在上海 在上海做投资行 在上海读过书 然后又做投资行 跟中共国 跟英国之间的金融的往来 所以这是强森的 他的背景 个人很有特点 那个人也敢干 什么话也敢说 从来就是把头发弄的 就那样 来表现出他的故事 那也正是因为他特点 在这次出事之后 在网络上流传的 一个小的短视频 他穿个大棉袄 戴个帽子 跑这个小超市里 去买东西去 买完东西 拿个塑料袋自己出来 然后别人跟他照相 就是表现出他亲民的一面 这个在民主社会当中 确实是这样的 你在德国的默克尔 大家也看到他下了班 跑超市买菜 回家做饭 这个是确实是这么回事 那这是来对比中共体制的邪恶 但是 他的表面如何 表面文化的如何 跟他内心趋近中共的态度 给他今天带来了现在的结果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